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风网学习我们的Flex 客人啊 这一奖连忘我们接着上一奖来讲一下这个啊 Flex什么 啊 所以已经提升好了 现在我们要加个什么 iPadis啊 比如说数据啊 去去数据固断什么 查询数据的账号 我们通过这个iPadis来实现 这个iPadis来实现 啊 要要提升这个的话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需要做哪的事情 首先怎么样啊 我们要把什么iPadis的一些架包什么导进去 然后还有什么啊 因为我们我们这个啊 iPadis我们是什么交给什么 Spilling进行管理的 所以怎么样 我们要导印到什么相关的一些什么 架包啊 导印着一些相关的一些架包进去 相关一些架包啊 这里怎么样 这个是管理事务的一个架包 这个是什么管理GDPC的一个架包啊 要导导导入什么 这三个架包进去 好了 现在什么啊 我们来导入 看一下啊 这个架包什么是在iPadis啊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有个什么呀 Level底下什么 把这个啊 把这个啊 复制出去 然后还有个什么 这里面啊 这里面有个什么 Transation 知道吗 Transation 这个还有个什么呀 还有一个GDPC啊 这个 最主要是什么 这两个 当然怎么啊 还有 还有哪个 还有还有还有这个吧 O1吧 这个炸宝 O1 这个 就是这个 当然这么 我在我这里 我已经怎么把他的吗 写下出来了啊 我已经把他的吗 把他全部的吗 出过来 然后怎么把他怎么 沾进进来啊 这就是吗 做这个项目是吗 昨天创建的啊 好了 沾进进去 好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该干什么 时间 一下 看一下 通过什么 推理管理的吗 这个iPadis 首先怎么样 我们要创建吗 创建iPadis的映射文件 那么创建iPadis的一些配置文件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何来创建 拿到配置文件 如果说大家对什么 里面的配置文件的一些数据 一些配置不是很明白的话 怎么样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啊 打开什么 这个 这个iPadis的这个包 然后它里面有个什么 一个简单的一个实例啊 简单的一个实例 我们把它拿出来 快让 将会看 他怎么样 这里面啊 我们来看一下 在他里面 有个 这个配置文件啊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Map Configure 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把什么 当前这个配置文件怎么样 放在什么呀 放在 WebInfoam 这个包底下 放这个包底下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个 还有个什么呀 映射文件 还有个映射文件 我们在什么 把这个吗 把这个映射文件什么 把它复制过来啊 复制放哪里啊 这个映射文件 或者 这里下 给它什么 这个什么Person Person的映射文件 好 我们在这里改一下 whose 的什么 一个映射文件 而这个映射文件里面 它什么 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有 有很多 有很多 它这里有很多这些配置 我们怎么样 首先怎么样 把什么 把这个全部什么 给注释掉 现在我们怎么样 首先来完成一个 怎么样的功能 完成一个什么 查询功能 查询功能 它这里面的增上改 这么 它一些别的一些操作的话 我们首先把它给 给它给什么呀 注释掉 把它给注释掉 我们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把它给删了吧 怎么样 把这些会给删了 这样的话 怎么看起来 怎么 更加 清晰 这是什么 查询 查询什么数据 查询数据 现在我们是什么 要查询呢 查询哪个表 我们是要查询 这个person表 我们是要查询 这个person表 看一下 这是查询person表 还是什么student表 我们看一下 他这也是查询什么呀 查询哪个 查询哪个表 看看一下 哦 student表 操作这个student表 现在我们来操作这个student表 操作了吗 这个student表 来什么查询这个student表 这个我们给他大小 然后怎么样 接下来怎么样 这个查询什么 给他设置一个id 这个id怎么呀 叫做student person 怎么样 为什么呀 我们在外面 外面我们是通过他来交用了 我们在外面是什么通过什么 这个id了吗 来调用这个什么查询一句 然后这里呢 map这个什么map 他对应的怎么样 他对应的就是这个啊 他对应的 他映射文件什么 对应所对应的 就是这个 person 他对应的是这个 然后也说查询得到的数据啊 是存在什么 这个map里面 你在这个map里面 这个map里面 这里什么 这里是啊 他怎么样 这里指定的是什么 当前怎么样 这个对象 他什么 对象的名称啊 当前这个对象的名称 我们改一下 我们这里什么有什么id 还有什么呀 啊 我们这是什么 这个person有id 还有name 还有什么says 然后还有什么呀 然后当他什么呀 他对应的数据库表了 是哪个字段 他对应的数据库表啊 也是也也就是这些字段 name啊 name says 还有什么呀 h 什么id 这些都是什么 和什么样 和我们java这一段 是完全一样的 和我们java这一段是完全一样的 id name 还有什么says h 然后他看一下这里 这里他啊 这里他什么 这个他引用的是哪个类啊 引用的是这个类吧 将什么 将查 寻到了什么数据啊 将查寻到的数据存储的吗 在什么呀 在这个在一个什么map什么 记号里面 记号里面 然后怎么样 这个什么 存储在这个map里面的哪个 他怎么样 有个对象吧 因为怎么样 他返回很多字段 然后字段什么 要要什么 存储在什么 哪个对象里面 我们什么 通过什么呀 这个来引用 当然这里的话 我们的pusson 它是怎么样 在哪个包啊 这个包吧 这个包底下的这个pusson 这个包底下的这个pusson 这个包里的pusson啊 对了 然后这里的吗 我们给他们pusson 这个 秘密空间 我们也改了pusson吧 这个秘密空间改为pusson 这时候我们就马上 将查询到的数据 什么放在这个集合里面 而这个集合里面存储了 是什么样的对象 存储是这个样的 这么一个对象吧 好了 现在怎么样 我们这个映射文件 这个查询 我们已经做完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把什么 我这个映射文件什么 交由什么样 交由这个sicmap了 来进行管理 而这个sicmap里面 它有很多在这 这些什么数据配置文件 现在我们已经交给什么 speeling管理了 我们把它给删掉 然后这里什么 这个配置文件 它实际上是在哪里 是在当前这个包吧 这个包底下 打把pusson的sml 他们之间怎么样 又写杠 全部咱们这个包里面 这是什么 它管理了什么样 一个什么映射文件 有时候它查询出来 管理了这么个映射文件 person的什么映射 文件 好 我们把这些码给清除掉 好 现在我们把什么 这个sicmap交给什么 speeling进行管理 交给speeling进行管理 如何交给speeling进行管理 打开我们的这个 测评了 也就是说这个查询数据 它什么查询数据 这个什么post里面不是可以查询数据吗 查询就是要必须要什么 有一些数据源 这是吧 必须要一些数据啊 好,现在我们来配置什么 给我们SignMap配置一个数据源 看一下配置一个数据源 配置怎么样一个数据源呢 看一下 首先我们是什么 配置什么数据源 这个Map 好了 我们怎么样来配置这么个数据源 ID 怎么 这个Map 当前怎么样 那当前他又 一个Map 框B 他是由哪个什么进行啊 进行管理呢 啊我们怎么样可以什么通过这里来来协助 但他是由 打开这里啊 如果说我们记不得的话 我们可以打开这里 写一下 这时候他就提示 org点什么 风卧底下的什么呀 风卧底下的什么 好的 哦啊 嗯 里面有个 iPadểu慈nt ukb lapclim hasperbin 这个来管理 好了 这里怎么样 这个的话怎么样 我们给他注入一个什么呀 sigmap的一个什么呀 这每个mac的配置文件 给他注入这个sigmap配置文件 property config location config location 它是什么 啊它是在哪个包啊 看一下它的v6上吗 web info info包底下的什么呀 sigmap吧 sigmap sigmap config sig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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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z af sigmap sigump siglemaster sigmap Datashop 指定这个数据源之后 之后怎么样 我们操作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去操作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是在我们的什么person到什么 里面什么去什么 对数据库进行操作吧 操作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当前这个 对象怎么样 不给他 比如说怎么样 是通过什么 这个是个Map 怎么来 操作数据库的 是一个Map 来 把他妈改成Map 来 来操作什么 操作这个数据库 通过这个是个Map 来操作这个数据库 Ao 好 怎么样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然后怎么样 这里也是 在这里保持不变 然后现在我们最主要是什么 我们关键的是什么 来修改这个 修改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 我们最主要是修改 因为什么 我们给他传递了什么 一个SickMap SickMap 就是什么 我们配置文件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来修改它 然后让怎么样 让它实现一个 让它实现这么个类 SickMap SickMap Client Best SickMap Client 到Support 这个什么 Dio 到什么 拷累 什么 让它来实现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就不需要这些的 我们因为为什么不需要这些 那怎么样 我们就直接什么 来操作 直接来操作 首先怎么样 我们把这些怎么样 把这些都全部给注释掉吧 这些 先把这些全部给注释掉先 这是Delete 也什么 把它给注释掉 然后怎么样 还有这个什么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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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也把它给注释掉 我们把我们这个slate 这个方法怎么样 把它复制到前面这里来 现在我们最主要什么 是修改我们这个方法 修改我们这个方法 这里怎么样 然后当我们继承的时候 它就吗 给什么 还有 该cq什么map 是吗 这个 通过这个的话 怎么就可以 什么 直接怎么样 来查询数据 query query list 啊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 它返回的是什么 它返回的是一个 历史啊 它返回的是一个历史 然后怎么样 它来调用哪个啊 它来调用我们的配置文件啊 我们这个配置文件 在这里 这个配置文件的怎么样 这个 通过什么 通过ID 刚才我们这样通过ID 什么来调用这个方法 来调用这个什么 slate 一句 然后怎么样 我们将会查询得到的数据 是什么 返回 将查询得到数据返回 不是我们说过 它们返回的是什么 是一个历史吧 那所以我们要把它改做历史 发回的是这个历史 发回的是一个历史 isk 先選Type 先選Type 然後怎麼樣我們更改一下 怎麼他的項目 这个这个也是什么历史 改把它更改回来 不改了历史 这时候我们再来这一个更改 来测历史 历史的 全部是历史类型的 这些不要的都将把它给删掉 这里的反而是Person这个对象吧 在下面的反而是Person这个对象 它怎么样 这里的吗 看一下 这个的话我们就不管它了 它就什么 这时候怎么办 就什么呀 就可以查询得到 好了 我们来我们再重新来看一下 再重新来看一下 这个 我还有这里 这里要修改啊 改做什么历史 好这个接口了吗 把那接口也改回来 这个接口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里这个Person的啊 现在它又报什么错呢 嗯 该历史啊 可能该历史 返回历史这么个对象啊 我们看一下 这里啊 保存一下啊 保存一下啊 保存一下就没事啊 啊 好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怎么 看一下这个什么 slate啊 看它怎么 是否能够什么 搜索出数据啊 把它什么啊 把它部署一下 把它部署一下 添加啊 添加啊 把这麻烧史丢等添加进来 然后我们运行看一下啊 看它啊 有什么异常吗 啊 我们暂时还没看到有什么异常啊 我们怎么样 开始来什么 运行啊 运行我们这个项目 看它是不是能够能够查询出数据 看一下啊 可以看得出怎么样啊 我们的什么啊 spilling加Ibitis啊 这个什么集成啊 怎么样 成功了 这个集成成功了 我们首先这么再来解读一下啊 顺便再解读一下 当什么呀 这个人应用程序启动的时候 他首先什么呀 来调用这个方法 而这个方法它是什么 它是调用哪个 才调用这个啊 这个lis啊 我们错了那么久 还没发现 我们改做什么啊 get list 啊 然后这边因为什么呀 我们叫这个吧 这个get list啊 这什么呀 我们把这个接口 这个什么也改 然后怎么 在我们做吗 在这个这一段什么也交用 然后怎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应用程序启动的时候 在用这个方法 而这个方法怎么样 你带用什么 通过什么 这个远程的 远程的 远程来调用什么啊 这个spilling的什么 这个对象的什么 这个例子啊 看一下这里 它指定的是这个 而这里的它通过远程调用的person server tag 直接就是spilling的什么啊 这个 而这个怎么样 看一下它里面注入了一个person 病啊 这个person到 person到 就是哪个 也就是这个吧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person到的实现 这个实现 然后这里面它注入了什么 一个sqclient sqmapclient 这个sqmapclient 它是哪个啊 它也就是说我们什么 我们的什么啊 sqmap 什么这个配置文件啊 什么交由什么交由这个spilling进行管理啊 啊 所以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啊 在这里面 这个配置文件啊 这个配置文件 它里面什么 引入了什么呀 引用了这个什么 映射文件 这个person的是啊 这个什么 这个的映射文件 我们看一下这个 就是这个问题映射文件 啊 这个映射文件 它里面怎么样 就是查询数据 然后将查询的数据什么 返回给的吗 这个person 所以我们再怎么样 页面端就是吗 可以的吗 把它给人们写出来 把它写出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啊 我们的啊 这个Dio的什么实现内啊 Dio的实现内 Dio的实现内 它怎么样 Dio啊 Dio的实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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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怎么样 就是首先它吗 啊 继承啊 它继承了CQMAP client 这个什么 这个对象吧 啊 这个什么这个类 然后怎么 直接什么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的这个查询一件 啊 现在我们还有什么添加 我们看一下还有这个添加 添加我们是如何进行添加呢 我把这个什么给删除 这时候的话 这些数据啊 怎么就可以删除了 啊怎么我们用这个CQMAP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怎么样 我们的什么这个程序啊 他妈又简洁了很多了吧 啊 不像什么像原来那么臃肿了吧 这什么 这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IP体什么 它的一个什么所有啊 我们什么这个是添加添加的话什么 也是通过这个啊 这个方法 它什么 还有个inset inset 我们使用的是什么 第二个第二个参数 它什么第一个inset的第一个方法啊 第一个方法啊 这个第二个方法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什么我们调用的什么映射文件的什么 我们调用的映射文件的里面的哪一个什么 slate语记的意思 第二个就是对象 这个就是对象 那么这个inset 然后这个第二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的话怎么样 我们什么 我们传入的是什么 这个person对象 传入的是这个person对象 所以我们在哪 在创建一个person 而这个person里面我们给它什么 给它复制啊 set 什么 namb set namb 然后怎么person 什么 set 然后怎么样 person 什么 set 什么呀 可以 可以 然后怎么样 我们怎么把它用做参数 什么传递进去 啊 接下来我们怎么通过什么呀 就可以通过它来怎么保存了吧 啊 啊 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啊 接下来这里就是啊 要用怎么样 要用这个啊 cqmap 这个映射文件里面 它应该有个inset inset inset 插入什么数据啊 插入数据 插入数据 然后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 插入数据使用的是哪个 inset id id 什么inset push inset push 然后怎么样 它怎么样 并不返回任何的什么 给它返回一个 dmap 这个时候返回一个什么对象 然后返回一个什么呀 这个 这个集合 inset 然后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 它怎么样进来的时候 它肯定有个参数 啊 做一个什么参数 什么传递进来 这个参数是哪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push push这个参数 传起来这个什么参数 这个什么参数 好了 啊 我们怎么样 这里面 inset into 哪个表啊 我们是往哪个表 这个student表吧 往这个student表里面插入数据 好数据 student 然后怎么样 它有哪些类啊 name 这一列吧 name 然后咱们这一次这一列 还有什么呀 年龄这一列 然后咱们看一下v6 v6是 看它值 它值的话怎么样 有什么呀 因为什么呀 我们传进来是什么person person person的话也就是什么呀 这个对象吧 这个对象 而刚才我们什么 在外面这里啊 外面这什么 这里什么 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他他怎么样 也什么 传入这个person 这个对象进来 而person对象里面 有name 这一次 还有什么age 这个嘛 这些都是有参数的 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 对它进行调用 我调用它是这个方法 然后怎么样 调用的时候 他怎么也传进来一个嘛 一个啊 看什么 这个什么person 这个什么 进来把这个参数吧 它里面什么有值啊 这个是name的值啊 还有个什么样的值啊 还有个sis这样的值 还有个什么呀 h这样的值 这就是什么 我们插入操作 拿插入操作 现在怎么样 现在我们来验证一下 inset 啊 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这个插入操作是否成功啊 验证一下这个插入操作 看一下这个插入操作 看一下这个插入操作 调用这个ADPerson的来调用这个 这个的话什么呀 就来调用这个啊 这时候怎么看上去好像没什么臭了 我们怎么样我们来啊 啊 重新怎么样 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并没有报什么错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 来运行 运行我们的应用程序 看一下我们怎么 我们插入添加一条数据 看他是否能够啊 添加进去 啊 双击什么 其中的这个 然后怎么样 我们添加什么 添加什么 呵呵 啊 啊 23 然后什么 添加 点击添加 这时候我们就发现怎么样 我们怎么这个数据怎么添加进来吧 比如说这就这么有吗 什么提升这个iPad是什么 这添加功能怎么已经完成了 还有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 删除操作 还有删除操作 删除的话 他是什么根据ID来删除的 根据这个ID来删除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参数参数是什么 跟同样什么给其他面 这个 然后有个什么 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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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画他怎么样 啊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参数啊 对吧 他这里是吗 dl person dl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面什么呀 id啊 给他传这个id进去 然后啊 我们 关闭了 咱们再来什么 配置这个啊 配置是什么 让他怎么样 在这里进去啊 配置一个呢 delete操作啊 删除数据啊 删除数据啊 删除数据 这个删除数据呢 看一下他什么 delete delete id是这个 然后怎么样 他这里怎么样 传递进来一个什么 个参数吧 这个参数是印尚类型的 也就是说是个整数 然后怎么样 这里呢 这里什么 delete from delete from什么 student啊 delete from student vail什么id等于什么 id等于传进来这个吗 传进来这个id 这样的话怎么样 就啊 我们怎么这个操作 删除操作 他怎么 好啊 我们再吗 再来什么 再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删除操作怎么样 是否成功 运行看一下啊 运行 看一下我们咋 数据过表里面的数据啊 看一下我们数据过表里面的数据 他现在有一个呵呵啊 一下子我们怎么把这个呵呵 我们给删掉 我们把这个呵呵给删掉 好了啊 我们运行啊 运行什么 已经运行出来了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呵呵给什么 删掉 3.1 删除 看一下啊 他怎么样删除成功了 然后我们怎么来这边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 重新什么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呵呵不见了 现在我们还有什么呀 还有一个修改啊 修改啊 修改啊 修改完整 需要我们去完整 修改什么数据啊 修改数据啊 啊 怕背着 修改的时候怎么样 他也是怎么样 他也是根据什么呀 rp来修改记录吧 所以长大妈传进来什么呀 他是啊 传进来的参数 怎么样 他认了是这个person update update student update student set什么name 等于name 传起来这个person里面的 就是name的属性 然后怎么样 sys 等于什么 传起来的sys 然后还有个什么 年龄 这个年龄 他怎么为了什么 为了id 为了id等于怎么样 传起来什么 这个id 这样的吗 就就完成了 那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 接下来我们什么 就来 修改什么 这个什么 dio 这一段 这个dio update 下吧 当然他这里怎么样 也有个吗 有个person 创建这个person 现在我们发现 怎么样 这上面这里怎么样 有个创建这个person 这么个对象 然后怎么这里也创建对象 然后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它给吗 写在一个方法里面 怎么样 抽取出来 他返回的是吗 一个person对象 他给person 他里面可能是什么 有个什么id name 他返回了什么呀 返回就是什么 这个person 还有一个吗 还有一个吗 这一行啊 id 返回这个person return person 这样的话 我们在外面就能调用这个person就可以了 在外面 然后他们默认的时候给他什么 一个值为0 我们来看一下 交往里面他不支持这种写法 然后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的话 我们怎么直接来调用person 调用person 调用这个person啊 get person啊 也叫这个get person ad啊 ad的话怎么样 他在这个时候怎么他不传ad进来 然后怎么样我们给他啊 这么个参数 给他附一个什么0进去 因为怎么样他反正反正什么附进去的话怎么样 我们也用不着 但是这里的话怎么样 我接下来到下面这里 update 这里的话怎么就用得到了 因为这里什么更新是吗 是根据什么呀 根据他的 根据他的id去更新的吧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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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cent update percent 然后这里怎么样 给person啊 给person p上 这时候怎么样 这时候就什么就可以了 这时候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updateperson是不是要给他什么 跟我们这里的 这个updateperson要一样的 这样才行 好 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的什么 更新的更新操作 看是否成功 看一下这里他怎么样 应该怎么没什么错误 他这应该怎么没什么错误 我们怎么接下来我们运行看一下 运行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删除 这更新操作 他是不是能够成功 现在我们把什么 这个哈哈改为什么 然后怎么样 然后点击修改 看一下这个什么 这就说明我们修改成功 我们来修改成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过端 看一下这个数据过端什么 是不是修改成功了 这里可以看来出我们来修改成功 这就是什么我们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基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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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的